從108年1月1號開始在台北市推動 到目前我們已經救了將近十條人命 那這個系統操作很簡單 其實不管在台北市也好在雲林也好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雲端 那這些守護者聯盟只要進入到雲端 其實我們都可以呼喊得到 要把這些急救的人救回來 其實最重要的關鍵不是在醫院 而是在到院前 而且甚至在消防隊到達現場的時候 其實我們旁邊的人一起來守護 所以我們很高興這次有這個機會 那當初在台北達到這個系統 在大家無私的共享精神下 雲林成為非常早的落地實踐的地方 這次也特別感謝台北市來中保 關懷社會基金會 能提供我們雲林縣補償多用 那這地方也特別感謝我們縣長 動用二倍80萬 來讓我們整個中心的APP 來建設完成 因為如果每延緩一分鐘 可能存活率就會降7到10% 那為了要讓我們存活率能夠提高 也能夠讓我們很快速的及時救援 所以透過這個APP來守護我們鄉親 那我們今天這個全民守護APP的一個召集令 就是希望全民大家一起來學CPR 甚至來學AED 當你擁有這些能力的時候 你就可以來守護鄉親的這個生命的安全 我們也打造了一個安心安全的公務環境 所以在賣場呢 一樓二樓我們都各設置了有AED 那方便民眾取用 那我們的AED呢也連動了我們的保存系統 在第一時間那也會通知我們相關人員到現場協助 在透過這個全民守護的平台 召喚了這個所謂前往做CPR或是做AED的人 我們提供這個300元的這個加熱禮券 或是這個那在成功救援的話 我們提供1萬塊的這個救援的獎勵 那當然我們希望這樣的事情 不是只是為了獎金 我們希望把AED的部件率能夠提升上來 二樓四香 二樓四高 チ Freud